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控的机器人摧毁了我们家 小精灵们藏起了我所有的铅笔 我被外星人绑架了 我刚要写作业 围巾海盗就袭击了我们家 巨型蜥蜴入侵了我们小区 我遵医嘱吃了咳嗽药 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必须帮叔叔组装一部家庭作业不用愁的自动做作业机 好不容易装好了 却用不了 有只大狗吞掉了我的小狗 我只好整个下午都待在兽医那儿 我去参加了猫的葬礼 有几个犯人从附近的监狱逃出来 躲在我的房间不愿意走 我要帮叔叔对付邻居发起的一场决斗 爷爷和他的乐队吵得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做作业 我家的柴火用光了 我只好献出作业本来取暖 我们发现了一只迷路的企鹅 得把它送回北极 企鹅不是生活在南极吗 对呀 我们也发觉走错了方向 不得不掉头去南极 我和弟弟被马戏团给哄走了 我们家在后院发现了石油 我把铅笔送给了罗宾汉 有个大导演借用我的卧室拍一部新电影 一些奇怪的鸟在我家屋顶搭鸟巢 我家的花变成了石肉植物 我家房顶突然就不见了 邻居请我们照顾他家的囚鱼 姐姐的兔子磕叉磕叉地啃坏了我的铅笔和作业本 弟弟的小毛病又发作了 龙卷风卷走了我所有的书 只是为什么您不相信这一切 因为我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